这是什么 这个是红色的桥 这是什么 这个是黄色的月亮 这是什么 这个是火烙骨 哈哈哈哈 大家全部都答错了 艾莎 我的任务完成了 小雪 为什么要完成艾莎的命令呢 艾莎 你怎么拿了我的公主鞋 那又怎么样 你拿我的公主鞋 我拿一条怎么了 艾莎 你不能拿我的东西 真是不对的 小雪 你真敢 我敢之力 一遍 艾莎小雪 我命令你让小朋友们 都去看电视 我要让同行的小朋友们 都变成近身员 好的 艾莎 打开 化妆节目 小贝 现在在播 你喜欢的化妆节目 赶紧来看吧 好呀 小贝 你喜欢变装节目吗 下一个 要播变装节目吗 喜欢 我最爱看变装节目了 计划变装节目 太棒了 没有狗狗 我就可以一直看了 切换 海底小纵队节目 大宝 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吧 有你喜欢的海底小纵队 好啊 我最喜欢海底小纵队了 下一个 是熊出没 太高了 我要干我要干 切换到 精灵宝可梦节目 黑暗魔王正在播 你喜欢的精灵宝可梦 我们一起看吧 我真的太喜欢看了 电视机真奇怪 在这一触播放我喜欢的节目 不敢了 我先看 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小贝 你来打 好的老师 我看不清 老师 我要去最前面看 拿换大宝来打 怎么回事 大宝 你也看不清吗 黑暗魔王 你来打这道题 老师 对不起 我也看不清 大家都怎么了 视力都下降了 这段时间还戴上了眼镜 我要去找小精灵想想办法 精灵之力 是艾莎给黑暗小雪下达命令 让大家看电视 最后 大家都变成了近视眼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自己做了伤害大家的事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初遥还是因为 我喜欢看电视 我不应该一直看电视 让自己变成了近视眼 我们以后 也不会一直看电视 我们以后也不会一直看电视 艾莎太过分了 小精灵 我们一起去惩罚她 艾莎 这次是你做错了 你不应该让大家 都变成了近视眼 精灵之力 走 我一定会回来的 什么车 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哪会撞呢 放放车 来 叫你小雪 这个熊猫玩偶 下一题 什么球 孙少找猫 什么球 答对 叫你熊妹 一个熊猫玩偶 下一题 什么东西 倒了以后 会增加一半 六 答对 叫你小辈 一个熊猫玩偶 下一题 什么人 不敢洗澡 这个 我不知道 大宝答不出来 童话王国 多一个太阳 自从童话王国 有了两个太阳 就再也没有黑夜了 我现在都睡不着 我已经有三天 你在夜没有睡觉了 我也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你们看我的黑眼圈 都变成熊猫眼了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我们得赶快想想办法 去找小精灵 小精灵 童话王国现在有两个太阳 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大家都睡不着觉 你有什么办法吗 对付太阳 我的精灵之力不起作用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后翼 瘦掉一个太阳 那我们赶快去找后翼呗 对啊对啊 可是黑暗魔王 为了不让大家找出真正的后翼 用黑暗魔法 变出了两个人假装后翼 你们得通过辨别 才能找到真正的后翼 啊啊 我是后翼 我在法弩时 用了一包大佛子 把田地劈开 自此有了天和地 不是假的 你是盘古 引证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 太古时候盘古开天地地 才有了天和地 我是后翼 我和太阳赛跑却主太阳 我可以喝开黄河为何的水 不是假的 你是跨夫 我爸爸告诉过我 古时候跨夫想要把太阳真相 一说看是烛日和太阳赛跑 现在只剩下一个后翼了 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 你真搞笑 我是我自己还用证明吗 我有红色的神功 白色的羽剑 最擅长射箭 当然是真的了 其实我是黑暗魔王 只要大家猜我是真的后翼 那小雪太们 就别想消灭掉 童话王国的另一个太阳 小朋友们 他真的是后翼吗 如果是真的 就发送666 如果是假的 就发送999 童话王国 是否能再次拥有黑夜呢 我们下集再见吧 我的书包里 装着口红手子护手伤 唇膏发卡小镜子 我的书包里是 拐指寒小红蓝棒 手边卡了压脖子 我的是 足球篮球乒乓球 想起指寒游戏剧 我的可不一样 我的书包里面 是我的梦想 什么 这不是玩具吗 你的书包最没意思了 就是 小雪 不能光学习啊 也要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行啊 学习就是我的兴趣 考试就是我的爱好 小雪加油 小雪努力 你是最棒的 小雪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谁表现好 就给谁加分 别打算了 这道题谁知道 我我我 我知道 谁来讲一下 谁来读一下 我我我 我来 我我我 我知道 我来 小雪 我们一分都没有呢 就是啊小雪姐姐 你也让我表现一下 我也想 不行 我先举手的 当然是我来了 好 老师 我来讲课吧 很好 今天小雪的表现最好 给小雪加一千分 我 好羡慕 有垃圾 我来扫 这样我就能加分了 小雪 你都那么多分了 怎么还要抢 我不敢 我先做的 谁去办公室拿一下作业 我我我 快去 有本小雪的机枪了 老师给你 谢谢你小雪 老师知道你想拿分 但是也要给其他同学表现的机会 知道了老师 所以能加多少分呢 喂妈妈 小雪最近好奇怪啊 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 走我们跟上去看看 妈妈 我拿了好多分呢 我在学校表现的可好了 雪儿 妈妈好开心 但是 你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好吗 妈妈心疼 可是妈妈开心一点 我会好得更快 我要好好表现 拿更多的分 这样妈妈就好得更快了 妈妈一定很快好起来 妈妈 小雪 王花阿姨怎么了 你们专门听我打电话 你这几天太奇怪了 对不起小雪姐姐 我们以后不这样了 王花阿姨到底怎么了 妈妈被外星被穿撞到 现在在医院 这么严重 怪不得小雪这几天很奇怪 对不起大家 我只是想让妈妈快点好起来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小雪姐姐 我的分都怪你 我们的也给你 我们的也给你 谢谢大家 我的好朋友 是小辈大宝熊妹 小朋友们 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呢 我四岁 我三岁 我两岁 是吗 你年纪这么大 怎么可能只有两岁 就是 老奶奶 你可别想骗我们 娘姐小辈姐姐大宝哥哥 你们怎么不愿意我呢 我是熊妹呀 是吗 你是熊妹 你怎么变成老奶奶了 我也不知道 一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你们不会不跟我做朋友了吧 怎么会呢 小奶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都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要上课了 我们去幼儿园 小妹你呢 我去养老院 满满说我现在只能去那里 那放学在一起玩吧 小妹再见 幼儿园好好玩呀 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了好多游戏 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都不想回家了 小妹 你们那里好玩吗 你一点也不玩玩 养老院里都是老人 他们不是下期就是看电视 我在那睡了一整天 兴起来真无聊呀 小妹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幼儿园吧 我还是回去问我妈妈吧 妈妈妈妈 我想和大家一起幼儿园 不行 小妹 你现在身体不好 不能做剧烈运动 我把这不玩之类的游戏 妈妈 你就让我去幼儿园吧 小妹 妈妈现在很忙 没时间照顾你 你乖乖听话 别让我担心好吗 好吧 我知道了 我妈妈不同意 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幼儿园的 小妹 别难过 再过几年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上小学 二千年之后 小雪小辈大宝都是一百分 越难够了 小妹 你是怎么回事 竟然只考了三十分 我 我 老师 小妹没上过幼儿园 不适应学校环境 所以才会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你们是同学 要多多帮助她 知道了 小妹 你交替不会 我给你讲讲 我也来帮你 谢谢你们 你们对我真好 不用谢 因为 我们是好朋友呀 二千年之后 我的改章怎么不见了 小雪姨姨 你的改章在这儿 太好了 小妹 幸好有你帮我 是天黑了吗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小辈姐姐 天没有黑 已经给你 原来是忘带眼镜了 小妹 小妹 谢谢你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妹 谢谢你 我们都给你打一百分 小妹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帮助我们 真是辛苦了 别这么说 小辈姐姐大宝哥哥 我们是好朋友 之前都是你们在帮助我 现在你们老了 我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 小妹说的没错 虽然她和我们不一样 是倒着生长的 但在我们心里 她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们和朋友之间 也要互相帮助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怎么不变成大石车 变成大石车也挺好 正好我饿了 大宝 你的成绩怎么变成了 肯定是大宝吃了鸡腿的原因 我也吃 玩贪吃蛇游戏 我还没有输过 黑木王 你怎么吃掉所有的鸡腿 我还没吃呢 又来了又来了 这次是汉堡 我也要吃 不行 快停下 汉堡是我的 是我干见的 我这才对 我现在是最厉害的了 大宝 你太过分了 我要去老师那里告你 你还要告我 看我消灭你 小雪姐姐 大宝 你竟然消灭了小雪姐姐 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是最厉害的 你们都别惹我 大宝 小雪可是你的好朋友 你竟然伤害好朋友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这又不是真的 这不是在玩贪吃蛇游戏吗 只有我消灭你们 才能成为最长的蛇 我不会让你得逞 看这是什么 我吃 哪也吃 别以为你们吃了护盾 我就消灭不了你们了 我的眼啊 你这样看是怎么办 你这下看是怎么办 这是什么 我现在有吸铁了 护盾我吸 你们没有护盾了吧 乖乖被我消灭吧 黑暗魔王快跟我离开这里 不会让你们离开的 看我的快闪魔法 啊 啊 啊 怎么回事 魔法怎么失效了 看我的 啊 我跑 我要找谁 才能救小伙伴们的 有了 游戏里也能召唤小精灵 小精灵 你快来呀 小妹 我来了 啊 你怎么变成了蛇啊 我们在玩贪吃猪游戏 可是大宝要消灭掉我们所有人 小精灵和暗魔王 都已经被它消灭掉了 大宝真是太调皮了 小妹 你放心 我一定让你成为 最厉害的贪吃蛇 精灵之力 哇塞 真是你小精灵 我感觉我魂身充满了力量 你快去找大宝吧 大宝 我来打扮你了 熊妹 你吃了什么 变得这么大 我才不告诉你呢 看我的 消灭掉你 我也要消灭掉你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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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是谁关掉了游戏 是我 小妹大宝 上课时间玩贪吃蛇 放学不要回家了 又不止我们两个 还有小雪和黑暗魔王呢 他们两个 已经在发学作业了 这是你们的 写吧 老姨 我们再也不玩了 小妹 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啊 居宇宇宇宙